这个小朋友亲眼看到自己的妈妈 被货车撞飞 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就死在了她眼前 长大后 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火灾又无情地夺走了她儿子的生命 妻子从此精神恍惚 还经常说 儿子还活着 最后自杀未遂 被抢救过来后 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没了 从此后 阿元就将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她的研究项目就是通过仪器 让两个相连的生命 可以读取对方的记忆 在失败了无数次之后 因为一只小白鼠的死亡 竟然让她意外地成功了 此时的阿元就想要立刻进行人体实验 但是临床不说 太危险了不给审批 于是她找到了管理太平间的助手阿邦 让她帮忙提供一具干死不久的尸体 来跟她进行对接 她要读取尸体大脑内的记忆 阿邦在冷冻柜里拉出一具冰冷的尸体 帮她和博士带好数据头盔 出现心脏停止的情况了 这可吓坏了助手 连忙停止一气给阿元做人工呼吸 还好阿元及时醒来 不然阿邦都要报警了 醒来后的阿元精神有点恍惚 万幸并无大碍 当她回到家门口时 有一个男人从黑暗中走来 她说她是个私家侦探 问她认不认识叫阿基的男人 她是我的客户 她想知道你老婆的情况 这说话够直接的 不就等于说 你老婆有个外语 现在你情敌想了解一下 你老婆现在过得好不好 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跑过的阿元赶走了侦探 第二天 有警察找上门说一个 跟你老婆关系密切的男人 叫做阿基的被杀了 问你认不认识 阿元心想 我昨天刚听过的名字 今天就被杀了 肯定不能认识啊 然而在警察走后 这却勾起了阿元的好奇心 踩在自己草原上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于是他买通了太平间的保安 他独自一人进去 拉出了阿基的尸体 连接好设备后 阿元准备读取他的记忆 突然一阵混乱的画面袭来 让出来后的阿元浑身不适 就在这时 阿元从水中的倒影中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缓缓抬起头 最后混乱的尸杀 化为一个小女孩 他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阿元必须找到这个 说自己儿子还活着的女孩 于是他打电话联系了之前 帮阿基做事的侦探 询问他阿基的女儿小珍 现在在哪里 侦探说 应该在他乡下的奶奶那里 随后 他们便来到了 被杀害的阿基家 侦探还想试 是能不能从窗户进去 没想到 阿元直接用密码打开了大门 这让侦探感到惊奇不已 他们推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当他们来到厨房的时候 他感觉好像 被人在这里刺了一刀 这应该就是 阿基当时被杀的现场画面 让阿元看到了 接着 他们走进了小珍的房间 看着墙上满满的 栩栩如生的画作 这竟然是一个六岁小孩画的 特殊儿童 往往也都是天才儿童 就在这时 阿元在床底下找到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有封信 信上有小女孩奶奶家的地址 两人当即走出屋子 想去找小女孩奶奶 不料 却在屋外 找到了他儿子道远的小猫咪的尸体 阿元过去 抱起小猫对着侦探说道 然而就在刚刚 小女孩的奶奶家 阿真打开房门 就看到奶奶 被两个黑衣人 捆绑在地上 画面一转 阿元将带回的小猫连上了仪器 进行记忆传输 当他被阿邦发现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地上 之后 他便驱车来到了小女孩奶奶家 却没想到老人已经被杀害 小女孩不知所终 这是一个棒球飞来 被阿元稳稳地接住了 他不但开启了猫咪的动态视觉 还开启了猫的夜视能力 还有回想起了阿基被杀害那晚 一辆汽车的车牌 他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小美 让他查一下 这个车牌可能跟阿基的死有关 他回到家后 就接到了小美的电话 告诉他这个汽车的主人 他查到了 他名字叫李康武 是个侦探 并且他四天前就已经死了 听到这话的阿元浑身寒毛鬼子 都竖了起来 这时 他家的门铃响起 阿元缓缓走向门口 对着不断拉着把售的门外问道 眼前这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警方都认为他是死于车祸 但其实他是死于谋杀 然而四天后的晚上 他却出现在了阿元的门口 甚至昨天还在一起聊天和查案 阿元告诉面前的李康武 你已经死了 这时阿元才想起 他第一次同步的人 是个面目全非的死人 阿元立马出门 开车去了太平间 他掀开了自己第一次同步的那具尸体 虽然脸上伤口猙獰 但是仔细一看 确实就是李康武 他与李康武同步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记忆 反而将李康武的思维和记忆 全部吸收了 却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 一个只有他 才能看得到的幽灵 李康武冷静下来后说道 你第一个同步的人 就是我 是不是太巧合了 是谁 是谁让你同步我的 阿元瞬间想到了助手阿邦 于是他立刻联系了阿邦 阿邦神情紧张地说 我们出来面谈吧 约好晚上十点在万达广场见 然而他却不知道 他的电话早已经被人监听 画面一转 阿元来到商场的咖啡厅 这时他一抬头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站起身 缓缓向前走去 可他身后却走来一个 更加凶狠的杀手 就这样阿元被抓住 并带离了咖啡厅 他被押接着走过一个转角 阿元知道自己 必须找机会逃走 不然被他们带到目的地的话 肯定必死无疑 一群人刚好从电影院散场出来 阿元抓住时机 他慌忙逃走 可不料 自己却逃进了一个死胡同 身后又被歹徒包围 凶横的歹徒 抽出背后的匕首 向阿元快速重来 预知危险来临 阿元瞬间开启了 猫的动态视觉 身后的另一个歹徒 见机不妙 连忙掏出枪来 美国有蜘蛛侠 韩国这下也有黑猫侠了